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距离无温机的位置大概有500米 地图上显示 它在这里 好吧 现在出发去找它 记住要把这个地图纠片功能打开 这样更加准确一些 我还可以跳转使用其他地图 OK OK 这是苹果的地图 那我就开始导航 好 周日晚7点接鞋石头屋有恋爱提示的 好 谢谢 我上次把一台Mavic摘到了海里 如果新朋友想了解 我是怎么把Mavic飞到了海里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黑Jones 后台回复飞鸽炸鸡来获取 我看到了 就在树上啊 亮着红灯很明显啊 就是它 找到了 好开心啊 看来找飞机功能是有用的 我成功地找到了它 记住 找飞机功能的入口 在DJI GO4主页面的右上角 如果Mavic掉到了草丛里 可以使用电条蜂鸣 它发出的声音还是挺大的 如果是晚上找飞机 还可以打开必灯闪烁 找飞机的速度一定要快 因为很有可能被别人捡走 刚才的炸鸡 是我VED本次测试进行模拟的 结果证明 找飞机这项功能确实有效 但我猜 在生活中 你们谁都不想真的用到这项功能吧 想避免炸鸡 最重要的一点是 不要在试剧外测飞或者倒飞 根据我的观察 这是新手最常遇到的炸鸡原因 如果你使用的是 拥有全项必胀的G04 Pro或者52 那也得注意飞行安全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微信搜索并关注 黑中心公众号 我是飞哥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